卖过一道古色古香的大门 你就进入了一个园林式学校 这里古典大气 书香四溢 既有江南古运 又有中原特色 郑州九中国际教学中心 成立于2010年 依托九中厚重的文化底蕴 和人文精神 很快发展成为 郑州市首批国际教育特色学校 郑州市唯一一所与上加拿大教育局 合作办学示范学校 建桥Elevo 官方授权教学 与考试中心 美国高考ACT 授权考试中心 美国AP课程授权中心 智慧教育 中心合璧 为保证学生的学习质量 学校开展 小班教学 实行精细化管理 外教课堂 实行纯英语授课 全面提高学生的英语听 说 读 写能力 物理 数学 化学 生物等课程 实行双语教学 让学生逐步适应 由母语到全英文授课的转变 此外 学校还开设有中文课程 学生在学习丰富多彩的国际课程的同时 也要兼顾传统文化的新陶 汉墨飘香 飞隔长廊 长阳校园 到处弥漫着一种开放 多元 融合的文化气息 郑州九中国际教学中心 拥有国际化的多媒体教学环境 建有科学实验室 危机室 环境整洁 设施齐全 学校创建了一批有特色的社团 如新闻社 动漫社 音乐舞蹈社 话剧社 足球社等 有助于丰富学生的校园生活 提升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 学校还经常组织一些校外活动 如全国商业精英挑战赛 同基大学和联合国共同举办的中学生环保论坛 哈佛领导力训练营等 以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 培养学生的团队写作精神 除此之外 这里还有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 英文戏剧文化节 英文演讲比赛 趣味知识竞赛 篮球赛等 全面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春花烂漫 春意阑珊 会中郎里或欢声笑语 或结伴同行 郑中原理 学生们踩着青春的节拍 尽情释放燃烧的活力 春风和训 桃李芬芳 自创办以来 郑州九中国际教学中心 秉承走国际化办学之路 与国际化领袖人才的办学理念 截止2019年 已培养了七件八百余名毕业生 成功升入 美英澳家一流大学 其中陈宇宣被英国帝国理工大学录取 袁浩刚被伦敦大学学院录取 孙怡晨被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录取 马成厚被英国华威大学录取 李晨阳被香港大学录取 李宋一鸣被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录取 李医师被澳洲国立大学录取 很多学生在收到世界顶尖名校录取通知书的同时 也获得了巨额奖学金 我叫 Chris Polanski 为人师者 春风话语 郑州九中国际教学中心 非常注重教学质量的提升和师资力量的壮大 中外教师队伍专业严谨 硕士和硕士以上学历18人 博士学历两人 海归教师七人 其中很多老师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等世界一流名校 郑州九中国际教学中心设有留学指导部 从学生入学开始 协助学生规划三年学习生活 准备各种文书资料 指导升学面试 帮助学生申请到最好的国外大学 威风合唱 避水连衣 在郑州九中国际教学中心 孩子们不但会获得丰厚的知识 铸就坚韧的品格 还将拥有国际现代的视野 高贵优雅的气质 相信孩子们 能够凭着在中书院里 习得的智慧和知识 顺利生入最理想的世界学府 优优雅的国内 优独剧场中心 优独剧场中心 颜色的人 颜色的人 在大学 例如画优雅的体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